大家好,我叫Miguel Enriquez,我是Systema Kornel Maksimtsov的学生 今天,视频的主题是Systema Kornel Maksimtsov的第二条生存法则 如果你还没看过我上一个视频,我建议你现在去看 第二条生存法则是并言 不行的是,在某些情况下,我们无法遇见危险 那,如何避免它呢?我给你举个例子 现在,有种危险是冠状病毒 以前我们可以自由地旅行到任何地方 但是现在为了避免这种危险,有好多的限制 其实没有限制,你也只要该怎么做 带上你的口罩,避开人群,经常洗手 另一个例子,跟这个有关 如果你在街上避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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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你在街上避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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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遍 你会找到所有的这一切还有更多 如果你对自己和亲人的生存有免避免 我会请换发布第三条生存法则 再见